欢迎回到VEOA卫视的直播现场 中国当局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 大力宣传国家主席习近平 到大重况的餐馆吃包子清明 然而几天之后 官方的清明包子就出现了 严重的异味甚至是臭味 而导致这种气味变化的居然是地铁 VEOA卫视记者齐志峰 要在今天的中国网络观察里介绍 地铁导致包子变味的奇异现象 他们就把时间交给齐志峰 好 谢谢东宁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宣传部门 推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到大众化的庆风包子铺 吃包子被一位网民偶遇的宣传 然而所谓的习近平的亲民宣传性包子 很快就露了下 一位笔名正直的网民 立即通过细致的技术分析 指出习近平的平民包子的宣传 技法低级破绽百出 暴露出中共宣传手法的拙劣 中共宣传部门随即采取有力措施 下令全国网站删除正直的技术分析贴 中共宣传部门的强力措施 不但展示了中共宣传的无力和不堪一击 也使官方所宣传的习近平亲民包子 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 但是事与中共以言至罪的威胁 中国公众和网民不能或不敢公开批评或抨击 习近平的平民包子秀 然而两天之后形势大变 形势失控并失控至今 形成形势失控的导火索 是中国官方媒体宣传 中共郑州市委书记乘地铁上班 被记者偶遇 这种记者偶遇中共郑州市委书记乘地铁 跟网民偶遇中共总书记吃包子如出一辙 立即使习近平的包子也成为众失之地 习近平的包子就这样一下子臭起来 臭得让中共舆论管控部门无法控制 有网民说 为什么总书记坐地铁 为什么书记坐地铁就成了新闻 值得所有新闻工作者深思 类似的还有包子 有的网民说 为啥有人能吃包子 别人就不能坐个地铁呢 还有的说 信不接下来各地媒体会有各种偶遇领导的新闻出现 或者在公交车 或者在地铁 或者在拉面店 或者在菜场 更有网民就中共 更有网民对中共控制的为中共政权做宣传的媒体破口大骂 说这样的媒体 这样的媒体多了 天朝要垮 偶遇你妹 今至中国出现了由网民偶遇习近平上街吃包子开头的偶遇体新闻 受到中国网民的无情嘲笑和质疑 这局面显然让中共当局感到狼狈 激手 于是对偶遇体质疑的质疑 便应运而生 例如 官员就不能乘地铁吗 现在国内问题多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 但不要一味地否定 请理性看待 再例如 外国市长首相可以乘公车 中国市委书记就不能乘地铁 就一定是作秀 就一定是演电影 什么强盗逻辑 然而 这种为中国当局辩护的言论 立即引发出让中国当局更难堪和狼狈的反驳 例如 外国市长首相可以民选 中国书记主席为什么就不能民选 什么强盗逻辑 事情到了这一步 局面发展到这一步 中国当局显然是没辙了 对网民提出的质疑 中国当局不好承认 也不好否认 不回应不好 回应更不好 对中国网民的斥责 中国当局虽然可以调遣网络民意特工 及所谓的五毛党发出为当局辩护的帖子 但这样的帖子总是几乎会招来 让中共当局更难堪 和更狼狈的反驳 看来中共宣传机关推出的习近平欺民包子 不出一个星期就已经彻底臭掉 现在中国国内的外的观察家 在好奇中共当局将如何打理这个臭包子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网民显然是在看戏看笑话 因为网民发出了这样的戏剧评论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包子头炮上行下笑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网络观察 文兰显然是国内宣传4 能方会自己程度 和自由各地努力的 香港对台湾来分第2位